她虽然只有18岁,身高却达到了1.79米 她是中国女足的高个子中锋,尤其擅长对抗 从用投球将对方守门员和皮球一起顶进球门 她曾在三场比赛中踢进13个球 带领中国女足三场比赛拿下了46分 她就是女足新星邵紫钦 邵紫钦是中国优16女足中最具潜力的一位新人 她和邹梦瑶一起肩负着女足未来的希望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她在优16女足亚绍赛上的精彩表现 2019年优16女足亚绍赛上 中国优16女足对见新西兰优16女足 身体强壮的邵紫钦频频冲击对方禁区 为了阻止她对手不得不采取犯规 邵紫钦也获得了点球机会 邵紫钦心里素质过硬是队内的第一点球手 她一边观察对方守门员的跑位 一边调整步伐 突然一记漂亮的传球 骗过了对方门将将点球打尽 如此冷静的头脑是日益苦练的结果 也是成为球星必备的能力 随后中国女足20号队员邹梦瑶突入禁区 吸引了防守后横穿门前 邵紫钦在门前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她及时包抄接到邹梦瑶的传球 直接起脚射门再次进球 完成没开二度 凭借邵紫钦的两颗进球 中国女足战胜了新西兰队 邵紫钦身高1.79米 身体素质出色 虽然速度不是那么快 但是凭借着出色的射门技术 让她成为女足进攻的核心 比赛中经常上演凌空超射进球的精彩镜头 除了个人技术出色之外 邵紫钦最让球迷喜欢的 就是她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对战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她直接用身体挡住对方传球 皮球撞到她的肚子上 只见她趴在地上久久没有缓过来 从那微微颤抖的身形 可知身体上的痛苦十分难受 但是邵紫钦顽强地站了起来 是一裁判自己没事 她皱着眉头擦擦头上的汗水 还原地跳了几下给自己打气 她用行动诠释了女足队长的坚韧和担当 这份血性令人感动 虽然女足姑娘们面孔稚嫩 但是内心坚定无比 她们身上有着铿锵玫瑰的顽强品质 她们有勇气去肩服女足的未来 我们也祝愿女足早日成为世界强队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女足姑娘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关注杂账体育圈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哦